他的一个出场也是有点难堪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虽然说爆发能力真的很强 但是跟他配合的英雄 我感觉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我觉得他的胜率真的是惨不忍睹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也不能还是期待 哪个陆维尔登场 我觉得这种英雄清线快 然后去团战志愿也快 好的 那么是来到了我们AS仙哥 对这一斯大的B53的第三场比赛 这局轮到AS仙哥 蓝色方先搬鲜血 是的 寒夜激动的衣服都脱了 比如他游下一件衬衫 你还记得他 他应该穿了外套的 是吗 对穿了外套的 你总是 你总是在意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看一下双方的一选 会扮掉什么样的一个英雄 看看 这局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规吧 这双方在于阵容上面 我觉得没有过多 要么就一斯大扮掉关羽 对吧 我感觉仙哥这一把很有可能 如果说一斯大不扮关羽的话 他继续会拿 确实上一把来关羽 你玩的还是有硬的精髓在里边 无恒毕竟拿到了 怎么说呢 一个比较配合自己性格的一个英雄 就能展现出更全力的一个打法 但是我觉得一斯大是应该针对一手关 他就没看无恒长得很内向 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狂野的男人 就是每次遇到这种危机时刻 像我们之前很精彩的一波镜头 他是一刀灰死的半血的不知风 那个镜头真的是 当时我看到我就觉得 哇这个男人真的心里有一颗 要去秀的心 就他发挥很稳定 但是就是也要看他给到什么英雄 你看给到他曹操 他就打出奇效 然后打了上路 无限赖线 对 这就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打法 看一斯大这里三楼会办关羽吗 看看太乙 诸葛亮诸葛亮又仿佛来 但我觉得不要抢诸葛亮 一斯大拿一楼手抢诸葛亮 没有打出足够多的伤害就很尴尬 现在其实诸葛亮关羽 然后太乙真人 包括一个刘邦 还是办了 还是办关羽 但看先个抢谁 太乙 然后是太乙还是诸葛亮 不是诸葛亮 好 帮忙打 太乙真人吧 我觉得太乙真人以选代班 你把太乙真人给了一斯大尔 那真的 就会很难打 因为一斯大尔他的一个射手核心 保得还是不错的 没错 给他一个这么强势的辅助来的话 他会更如虎天翼一般 但这样的话还是决定手抢到杨茜 那这样的话太乙是给到了一斯大尔 一旦太乙在一斯大手中 真的 小鱼太舒服了 对对太舒服了 他的输出位置 不要太好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这局的太乙真人 因为大家说辅助辅助 传统辅助是保射手的 但是奶茶的 他不拿 又拿奈克鲁鲁 我看鱼姬在本赛季的胜率达到50% 选取率达到63.8% 竞用率达到4.3% 其实选取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局又牵扯到我们前面说的胜率的问题了 对 娜克鲁鲁 好吧 没关系 娜克鲁鲁没毒 一定没毒 一定没毒 因为这个英雄太强了 清线能力快 轻眼速度快 强干可不择手段 对 真的是不讲道理 直接往一屁股往你脸上坐 后排根本走都走不掉 伊斯塔这里拿到了一个太野真人和达摩 你不拿我就拿 而且杨检配合上达摩这个套路组合 很多战队都在用 而且无往不利 我是觉得 看一下伊斯塔后面两手会怎样选择 其实我感觉鱼姬鱼姬拿的会不会有点早 不早 我觉得就是伊斯塔要确定自己就是打一个强破 鱼姬这点必须稳住 然后 火舞不错 火舞蛮好的 这局如果说中前期打机动性 但是刘邦这个点是四级以后 这个阵容你看前三楼打前期很强 我觉得接下来先隔很有可能会拿到一个韩信 有可能会有韩信 因为面对敌方这么样一个poke型阵容的话 韩信这个强突进能力是可以去克制 稍微克制一下 而且韩信面对刘邦也有一个很好的牵制效果 是 他拿到一个韩信加上诸葛亮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诸葛亮配合上韩信去收割 这很好的 还是 选择拿 赢阵 加鲁班七号吗 那这一局S先隔 中前期的一个节奏会很快 那么一打poke 一打 一打这边一定要来手菊又金下后盾 这种防 防着野区入侵的这种英雄啊 你打poke我就跟你打 压快速突 我也打近啊 也是poke 也是poke 对 看一下鲁班七号在本赛季的胜率达到50% 然后赛季选率达到8.5% 禁用率是没有 谁会去搬鲁班七号 对啊 谁能想得到呢 我搬黄之物也不搬鲁班七号 对我们看一下 而且仙格之战队已经拿出过几次鲁班七号了 双方都有鲁班七号的穷极公司 对的 伊斯大尔在第一局面对AG唱会的时候也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打法 伊斯大尔现在一定要考虑的就是哪种前妻能保人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考虑拿封闭 这时候很关键了 因为对于伊斯大尔来说 这两手对面仙格这两手的选择 让他们有点懵 没错 好我们看一下AX仙格的这样一个阵容选择 是杨检 达摩 鲁班七号 银振还有太乙真人 伊斯大尔拿到的是刘邦 纳格 露露 不知火舞 鱼姬以及张飞 这局我真的觉得AX仙格就是要打一个中前妻 感觉的话 仙格这里的话 他的一个鲁班的前击压制能力会非常强 是 他们会很早的参团拆塔 对 因为银振拆塔很快 鲁班拆塔很快 而且配合上太乙真人 你只要不走我就强行约塔杀你 杀人又拿塔 你到底走不走 这局对于伊斯大尔来讲 我觉得进化和抵抗之血是必要的 而且我们也不要小看了银振的推塔能力 对啊 银振的一个被动点塔太可怕了 而且配合到太乙真人的银振的一技能和大招很好 对的 关键是前排也有 其实仙格这把阵容还是可以的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三前排 一个太乙 打一个 可以打一个纯线索 打磨然后去补足一个控制 杨检随时进场突对方后排 这场比赛对于伊斯大尔来说 我不说这句话了 一说这句话就是 关键性的一局了 这场比赛非常关键 对 BO3的第三局 这是怎么说呢 打开自己在春季赛前期积分榜局面 我觉得就看这场比赛 对的 因为在下个 应该说下一周 我们的版本就会和正式不同 那这样来的话 其实每个战争来说都是全新的一面 谁也说不好 谁会碰到什么样的对手 没错 所以以现在目前情况来说 能拿一分是一分 是的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伊斯大这边并没有在进化 双方的召唤师选择 这边拿了四个闪线加上一波 他说强钢嘛 对 S仙格很简单的道理 正面打崩你 然后杀人拿塔 对 如果你人走我就拿你塔 现在S仙格就一定是这样的套路 看一下这边伊斯大拿到的是一个 两个闪现 一个加血 一个终结 再加一个成绩 对于S仙格 对于下路 鲁班的一个发育 是真的是 非常舒服安逸 太一真人往那边一属 看一下又是这样的老套路 中单去看一下对方打野的一个动向 虽然没有看到达摩 但看到了一个太乙真人 对 他知道太乙真人在下面就很放心了 是 这样下路的话就不会有人来 三人到四人来干准 对 那纳克鲁鲁打野也是比较快的 这个野怪还是让给了纳克鲁鲁 帮助他快速到他四级 是的 前期让经济 也是战队里面常用的一个套路 是 还帮打 Orange这边是收掉了残血的一个边野之后 再打一下这个另一个边野 就可以快速升到四级 那不出意外的话 纳克鲁鲁在1分20秒就能达到四级 没错 已经到了四级 向鲁想要搞一波杨简的事情 意思打这边节奏还很快 虽然 鲁鲁鲁这边的阵容拿的可能更偏前期 你觉得杨简敢出来吗 这个时候只能缩在草里 还敢出来 他还敢出来 我就是不信你的邪 还没有死 太乙真人闪现 不是这边闪现炸了一下 三个Oringer就要被抢杀 一血由小雨的太乙真人拿到 厉害了 这波闪现的一个炸 真是炸到关键性的人物 没错 关键还是一个双buff 是的 上路Roy也是到达了四级 四级的达摩 没有垂下来 没办法 这个塔只能放 前期 上次刺激鲁班7号 别塔真的是快 没有关系 这波 没有关系 这波继续 鱼号 再两下 Tiny这边 被鲁班的一个 这个连续两次扫射被动 打得真的是没有脾气 是的 这个地方鲁班7号 应该就赶紧拿一下红buff 因为有了红buff之后 它的扫塔才会更快 是的 我觉得刚刚有个细节 我觉得它可以先吃血包 然后再去 就多绕了差不多零点几秒钟 对 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血包再次刷新 细节决定成败 对 我觉得一点点通过这样的话 因为它可以更好地补足自己的一个蓝量 毕竟鲁班机要不停地通过丢挤的 然后刷自己的被动 用被动扫射的去抹血 我们看一下 下路刘邦是很难受的 特别是有红的鲁班 是的 他现在 即使是呆在塔 塔下都不是很安全 非常不安全 直接被Tiny押出了塔外 冰线都吃不了 那现在刘邦的发运会非常差 这样直接用被动可以扫掉了 我们看 扫掉之后 直接转线 中路开始强高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节奏 现在 神男5级 一脚 张飞危险 炸一下 哎呦 不一定 张飞猴出来 还好有大 没大就死掉了 鲁班的扫射为什么不爽啊 但是达摩被秒了 达摩的孤军胜入很不理智啊 达摩是想将服务务回出来 可能是这样 但是被反杀了 不要小看 看这里的话 小鱼这边被留了 这次大招也被做出来 还好非常极限 真的是极限 真的是极限一波 这慢一丢丢都被 我们看一下鲁班的炮 鲁班跑 这边有个炮 我看没错 这一炮就能中吧 太玄玄了 我觉得玄玄 谁知道呢 真的是 小鱼那天还用鲁班 修了一个鲁白 对不对 这种东西修冰的 对方有残血的东西 这种概率性的东西 就跟武则天修龙一样 我觉得没有一个说 一定不行 我觉得还有一手 是的 我们看一下 双方这个阵容体系 打的 确实 仙格还是稍微占了一点点的优势 你来我往之下 确实前期比较好打 但是其实 S仙格这边 有银阵力在的话 中前期的一个AP输出并不 会特别爆炸 还是依靠于达摩的控制 还有太乙镇人的控制 那经过几波防御塔推掉之后 这边仙格他的一个经济 也是得到了一个 瞬间拉开 暴君一拿瞬间拉开 沈南这边的蓝量 开始出现了不足的情况 是的 因为扫射的太过于多了 技能 因为他没用技能就可以 就是他二技能用了之后 就给你扫射 是的 如果说 不推掉塔的话很亏 张飞这个塔 直接扫过来 大阵一个前后 五关直接被秒 但是还好他以前复活起来 但是站起来还很危险 还好危险 一个大招回头一甩 五关气候这个大招 放得非常漂亮 正面四打五能秒到 这个张飞吗 触手哥啊 能不能给点 这边 我还说触手哥哥 很有可能会杀掉张飞 但是鲁湾还是被 纳盒露露直接强杀 确实 这一波 orange的绕后做得非常的到位 太乙真人刚刚是 差点将张飞杀掉 但是奈何伤害有点不够 没错 小触手稍微有点短了 而且没有 黑出伤害了 是的 五分08秒 小王战成了1比3 其实经济的话 Estar终于通过这波团战 是拉了回来 是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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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格这一波是有点伤害 这波其实是鲁班七号想强压 但是我们看到 纳格鲁这个位置 强行顾到敌方后排 然后瞬间秒掉了敌方的一个鲁班七号 不过这个时候 太乙真一个屁股坐下来 是复活了敌方的英射手 是 回合一个大招一拳 虽然达蒙那角是想要强行救一下鲁班 我们看这边一个太乙真人 是 杀害真的不够 稍微再够一点的话 结果都不是很危 这时候鲁班七号 杀了个鬼马枪 杀了个错手的鬼马枪 鲁班七号 瞬间倒出 结果这个英雄 张飞那个意见好大 我说 鲁克鲁路的配合是真的好 但是 这种团战能打出几次 这也是肯考英斯塔 是的 英斯塔如果能 以这样的形式多来几波的话 性格其实很难抵挡 那现在肯定要预防阿娜和鲁路的绕后 对 其实带的闪现虽然多 但是毕竟只有一段位移 而且 像这种鲁班七号 像这种英雄 毕竟保命能力还真的很好 没错 他没有一个控制 鲁班七号的一个毕竟是 这波伤害 这个伤害非常的可怕 直接是扫的 不久后只能回家 带了红buff的一个鲁班七号太过于强势了 但是现在对于S仙格来说 塔推不掉 对于他们来说是更难说的 因为银正和鲁班一旦打入塔的优势 我看到鲁班七号这边在存一个 应该被动 不停利用自己的普攻杀自己的一个导射 对 那这个方向应该不保了 张飞要强行保一下这个综艺塔 再来 再续前缘吗 但是纳克鲁路并不在 纳克鲁路还想切过来 我们看下这波应该要撤退了 贤责 然后这边并没有使用技能去留人 位置相过来的时候有点远 因为刚刚参选回家之后 估计还是 一直觉得比较晚 张飞这拨打招是想去保抑的防御塔 然后顺带的吼到了一个鲁班七号 刚鲁班七号并没有扫到 最后一下是在跑中里面放出来的 他以为可以放出来 其实鲁班 这一发暴君被击杀 厉害了 这就是我说 这叫概率性事件 对 天空飞来一发火箭 意外的惊喜 对 我只能说 感谢圣诞的一枚火箭 我们看看 这一下是有办法 小鱼被一波黏着之后 不行 中路赢这一个人反而把塔给带了 是的 四个人都奈何不了这个中塔 Esta现在节奏有点乱了 对 已经被仙格这个 不管是抢暴君啊 还是压塔啊 都有点 压制的有点难受 我觉得暴君这个点上面 可能会对士气有所影响 然后 瞬间 跟S仙格拉开迎击 本来都拉回来了 是 虽然人头比仙格还是落后的 但是经济上已经拉开了 更近三千 因为S仙格这种明显的中前期 无限拆塔 如果拆不了塔 我就只靠着低概率世界 对 打开局面 这条暴君瞬间是帮助 就是S仙格 来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局面 就 如果说没有优势 确实会比较难受 不是在 要动吗 我感觉动的有点 超级过急 对啊 真的超级过急 主观的一个球期 还好 一阵感到 但是我觉得Esta应该意识到了 张飞还有大招的 这边要吼了 竟然没有吼 这样的话 不觉得这波Esta要炸啊 被秒一人直控 四打五 这边还好 余晶一穿三 这一剑再往后 能不能打出出 然后刘邦传授给予护盾 下来有没有嘲讽 边打边撤 余晶还能打方法 打方法还在 留住 一个减速剑 一技能一个还能收 闪现过来 一刀 一刀 现在的话 四元被秒 我们看复活时间复过 心和水量 这波养姐的伤害爆炸 一个二技能批到之后 一刀一投 直接余晶半血被秒杀 不过讲一句实在话 打刚刚那封团战 余晶打得很精彩 一穿三那一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波水量很弹 我觉得这个高地来说 还是比较难 比较难去提起 我去刚刚真的是 不成功变成人 为什么刚刚张飞那一波 不吼大的 其实是吼大的话 很有机会能够吹到 对面两三个人 这波团战不至于那么被动 他是跳进去了 我觉得他 我们可以看一下 张飞其实是有大 这个地方 直接吼 吼一发 直接吼了三个人 但是他二球是跳进去 进去之后吃了一小达摩 对 直接被大刀 没出现 鱼姬一圈 一圈三 还说少了 张飞这个大刀 完全是没有放出来 就被秒杀了 所以这也是导致了 这波团战失利的原因 这波团战失利的原因 这波主宰 闪现一刀 没力的伤害 这个伤害爆炸 这个伤害爆炸 所以鱼姬真的是不该 不该回头 我前面还在说 哎 是不是小鱼 应该再回头射一点 没想到到了 他个人觉得安全的地方 之后反而 哦 再强秒鲁班 一波前来支援 张飞吼得非常漂亮 吼到对面两个人 这样的话鲁班直接要秒了呀 吴魂这边过不来 这边三打五 营重伤害率已经不够 杨剑也不在 但是杨剑想突中路的一个高地 应该可以拿掉 可以拿掉 那这样的话以四条人命 换掉一个高地值吗 我觉得还可以 三条人命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其实对于S仙格来讲 他们空有一身扫塔的本领 哦 那这就不亏了 他是换掉两座防御塔的话 就根本不亏 我们看一下 吴魂是差势难逃 不亏 这波不亏 其实中路高地破掉几转 然后再破掉一个上路二塔 对仙格来说 能够接受 只能说是能够接受 特别是高地 我觉得高地那个点太不坏了 对 因为中路有高地 可没高地 鲁班和银正的输出范围 就大了一大圈 对 我们看一下这波 这条黑暗暴军要是再被抢 我觉得E4大可以考虑 买一波暴军的话 感谢鲁班一发火箭 再来 还好没有事 扫射很危险 是 很危险 刚刚鲁班一个扫射 打在这样一个刘邦 还有纳克鲁鲁身上直接扫残 是的 所以一旦当中去一个暴击 给到了暴军的身上 就非常特别强 E4现在的局势就比较被动 那主要我们看一下 E4这边那个暴军控制力 是非常高的 达到75% 场均buff是达到了58.68% 可以说在野区的一个掌控率方面 还是比较强的 这也说明什么 E4知道什么时候该打暴军 然后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动暴军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龙的一个时间点 对 他们一带掌握得很好 这说明他们运营打得非常不错 是的 那这里要抓一下 哦呦 这里应该是交代了 看下Tanny 一刀围走 技能上衔接出现点失误 仙格这波抓人出现了一个致命上的 对 致命性的失误 浪费了很大一波节奏 这30秒钟全去抓刘邦 那么导致自己一个技能的真攻期 达摩的大招 张飞这里又被抓到了 要被咬了吧 还好 还是否了出来 吴恒一个人顶在前面一打三 但是这波大招 达摩是打到对面三个人 而且这个太益之人在前面不停的去搅局 是 吴恒开始进场 还想收割 有鲁班才收掉了刘邦的人头 正面继续 再晕纳格鲁鲁 这下能不能流出这个纳格鲁鲁很关键 赢阵不停的再用自己的普攻 应该是追不到了 追不到了 双方的话一换二 这波鲁班要是不死的话 我觉得 S仙格很有机会可以打一波 水晶 没错 强压水晶 没办法 这里应该追不到了 是的 追不上 那现在仙格存活四人 都不敢去面对地方的一个水晶 确实有点难受 因为关键系的推打型英雄鲁班已经阵亡 不是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鲁班对于扫塔啊 就是阵地战 像这种像暴君坑 主彩坑这种地方 很舒服 隔着墙 对 然后无限刷自己的一个被动扫射 非常开心 但是一旦被纳格鲁鲁强切 他真的是保不住 你看又有太义 又有达摩 你还想怎么样 我觉得要不然这个鲁班就出个金身吧 规律吧 其实是可以的 真的是可以 第一个减CD 这可能加了法强不大适用 但是能够保自己一命 输出完全够了 至少躲娜和鲁鲁一个大招 一个二技能和一发鸟 是的 他现在仙格的输出完全不用担心嘛 尤其是杨检和林郑这个点已经够了 而鲁班的作用完全是在于破塔 他出到一个辉月的话 对于打水晶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影响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这些装备 我们看这一局 达摩一马当先 但是没有开出自己的大招 二技能不停地磨 小宇的太乙真人在找机会 双方在主宰 这一波团战真的是要很好的运营 才能一个人刘邦下落 刚好带掉外塔 这一波主宰真的至关重要 虽然说仙格目前还占据了一个场面优势 但是一旦是让一斯大拿掉这条主宰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大好受 不过这种远古生物一出来 对于刘邦对于一斯大来讲是很开心的 对 因为有四一分推 一旦分推他们有人去抓 正面就开主宰 正面是少人 刘邦还能传 现在比赛经营到14分钟 底分8比9 相差不大 张飞又被抓 但是这边没有墙 还好是没有墙 要是有墙一拳都定在墙上 可能张飞又连大招都看不出来 你看四面墙的位置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哪一面墙都不稳定 要单杀我们看一下 一发狗那么咬中 没有想要去再强追 因为确实一斯大这边 可以随时的去准备开主宰 张飞又进来被拳到墙上 鲁班青号杀非常爆炸 大招还好开了出来这一波 两次级线开大 我们看到鲁班青号那个扫血线 是的 张飞一瞬间就见底 而仗着张飞不在 我们看火舞和大可路有个抢到 没有抢到 其实他这一波有点尴尬 有鲁班青号杀确实不大好抢 他那个扫射 你下来第一你要承受伤害 再一个 他是一个无差别攻击 他可以打到大龙 也可以打到你 对 同样的话 其实这局 这波团上我个人觉得 泰智应该回一个家 所以是减缓了S仙格 强压高地的这个思路 我还以为这一波是射到了一个红buff 现在给你个红是怎样 对 现在鲁班 现在的站位太安逸了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鲁班那个装备 待会儿 他应该是现在 可以看一下 现在鲁班已经出到了一个无尽加增破甲攻 推塔能力已经是非常爆炸了 马上再出一把破军 电塔不要太强 气血之刃是点一个续航 然后再把自己的一个小打野刀卖掉 是的 可以考虑出个复活甲 我觉得呼月气泄物 对 叔叔完全够了 真的完全够了 现在就要看他的一个续航能力 鲁班的一个攻速起来之后 不过他现在的一个攻速其实还不是到极限 看看他最后一件会选的出手 先补了一个护甲 补一个防御装备 确实 纳克鲁鲁切他切他还是比较难受 出一个不强之兆 可以的 没错 那么鱼姬的话 第四节应该是破甲攻 破甲攻做出来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打击方前排的效果 但是这局大的一个输出 这个伤害啊 我们看就着龙 还有扫射 一拨扫就扫了三分钟 一缩子直接二塔没了 上路 杨检差点也是单杀了 奴方还是残血过来 再一缩子 小鱼又是残血 神男用自己的普攻 扫出被动之后就是 朱袋先锋 高地破得非常快 这朱袋先锋一到 不讲道理啊 高地就算有这样一个防御塔机制 防止自己连破两塔 还被打这么快 对 现在的话对于Esta来说 场面非常不利 一击的一个作用 在面对鲁班这种压制型的火力下 还是比较难打的 也是破甲 破甲没有办法很好打出来 正面 你看 火舞是想做破甲的 但是没有时间 因为瞬间开拓 完完全全瞬间开拓 连续几波张飞的一个残血 开打 真的是千钧一发之际 而且银正这个大招 也是逼迫你的走位 他只要大招一开起 你没有阻挡他技能的一些 一些应对方法的话 他就是可以压迫你的血线 你要不就走位 你一旦走位的话 你就防一塔就不太好守 还好张飞在按出大招之后 会有那么一会儿去无敌 对 真的还好有那么一会儿去无敌了 不然今天的张飞 那两波团队连续掌 我们看一下 现在虽然场上主宰先锋 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现在对于Esta来讲 兵临城下 还好Tiny的刘邦 还是在做兵线运营 关键是没有主宰 没有这个远古生物的话 其实对于Esta来说 就非常非常的贵动 没错 你看这波大招直接压过去 然后鲁班7号在那里掃塔 连续掃两次半血 对 他就是这样一个配合 三次直接残了 好直接残了 张飞这后还是由鲁班 带到了到底 黄碧塔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张飞一个人怼进去 但是血量很残 还好他一只人救到了鲁班 但后面还有杨田想偷塔 正面橘子的话 也是被队友一波回防给 怎么说呢 没有办法 杨检这波偷塔 是拉扯到了对面两个人 导致Esta这边前排不足 我觉得四个人全部过去了 对 Esta觉得 前排不足 怎么说城里失火 一定要急需补救 对 Esta是用最大的力度去防守 杨检 所以也是导致了这样一波 那么Esta三路高地全破 这个水晶非常艰难 我觉得Esta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目前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刘邦要换一种打法 因为感觉现在牵制是牵制不入 对 尤其是杨检这个英雄打鲁 打这个刘邦不要太快 每次都是刘邦残血传过来 那作用并不是很大 而且有杨检去看着刘邦的话 他的C分队根本是带不起来的 鲁班最后也没做复活甲 是捕了一件肉装不相征兆 对 不相征兆 我感觉他如果在熬过这个时间点 应该会考虑换一件装备 其实换一个冰痕之握都可以 一发导弹丢过去 然后啪啪啪直接是狂扫一番 没错 还有减速效果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19分钟双方战成了9比10 这局来到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伊斯大来说非常难受 小宇又是一个人想要脸太草头 还好队友消耗非常的及时 其实对于伊斯大来说 这条主宰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如果说要的话 冰线的压力一旦是进卡 他们要小心那个无痕啊 那个杨简啊 怎么无痕玩什么英雄都要代谢偷上 什么东西要偷 对 这一波如果刘邦传过去 这边团战是可以不封 但是你下路兵线怎么办 对的 所以现在 诶 姜果还被运作 这把大招吼出来 张飞要去怼人 我们看一下 差点被秒 哎呀 那可露露没能秒掉鲁班 反过来被打折了残血 鲁班现在状态非常差 我们看一下 但是又有些 杨简要杀掉了刘邦 好 这波我感觉回方慢的话 就要被一波带走了 那就有点难 这波 那这样的话 主宰就丢掉了 鲁班7号是有遗血剑的 气血之刃的话 这波气血之刃 直接可以完全吸回来的 没错 那这局 气血非常快 那这样的话主宰丢了 而且吴恒还在那边牵制了一个 我们看看 小鱼这一剑 差一点点 这边一个主宰的鸡飞 对 主宰鸡飞 是让一斯大尔的小鱼 错误地估计了这个伤害 没办法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 主宰 就顺便也是帮 帮了鲜鸡鸡 也确实如果不击飞那一下 小鱼这局还真有机会抢到 是的 一旦抢到的话 整个形式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没错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其实在双方的一个 现在团战思路 我觉得刘邦的一个带线分推 一定要改变 不然的话正面真的是 你看你去单线 又打不过杨简 你如果正面少人 张飞很容易被直接抢秒 是的 那现在的话 只等主宰先锋带来 仙格这边就可以一鼓作气 去将一斯大尔的一个基地水晶给爆掉 所以也是 现在刘邦做分推 还好可以把上路的一个主宰先锋 压力给 主宰拿走 但是中下两路 已经很难受了 这是最关键的一波团战了 看看一斯大尔能不能守住 双方的话 经济已经是 仙格这边几乎都快神装 没错 我们来注意一下 杨简出的全输出 就是为了 此时此刻 但是刘邦中的这波断线带的不错 我注意到杨简还出了一个名刀 杨简这个出装真的是 张飞这口仙气喷了出来 看看有没有做出什么文章神轨 神来的位置真的不错 这一波的话炉子继续压进 但是兵线没有到 主宰先锋还在后面 看一下鲁班七号这里的压血线 这狗是放到了 这个GD水晶 放到了我们看一下 直接强秒两下 鲁痕这一波进场很危险 强拆水晶吗 血量降得很快 这一刀要爆了 还拆一下我们看一下 鲁班七号 鲁班七号没机会 就拆一下 最后强拆 恭喜杨简拿到了春季赛的第一次分 谢谢你 谢谢你